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频道 今天我们来闲聊Togglev Corporation Berhad 2022年度第三季度的业绩 它的营业额在这个季度呢 是达到了14.7亿令吉 而税后利润为2900万令吉 让我们来闲聊这家公司吧 Togglev呢,在2022财政年的第三季度呢 实现了营业额14.7亿令吉 和税后利润2900万令吉 在9个月的基础上呢 它的营业额是达到了约45亿令吉 而税后利润为3.34亿令吉 这21财政年同期呢 对比呢,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因为呢,是大跌了很多 毕竟在2021财政年呢 是处于大流行的高峰期 而且在那个时候的需求 还有平均售价呢 也是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而且营运较低 对比2022财政年呢 是完全相反的 随着COVID-19大流行慢慢转化为地方病呢 再加上首套这个行业呢 经历正常化的影响 它的需求量呢 跟平均售价也是逐步的下回复正常了 再加上呢 由于全球通货膨胀 还有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冲突 他们的原油价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 让Toglov这家公司呢 生产的成本不断的攀升 除此之外呢 Toglov集团呢 还要应对天然气 还有电价的上涨 以及在2022年5月1号的时候呢 马来西亚政府所说的最低工资实施 这些成本呢 都压缩了Toglov这家公司的净利润 因此呢 在持续的供过运求的情况之下呢 Toglov集团并无法完全转嫁 它的成本情况 然而呢 平均售价 ASB的速度 最近下得要比较缓和一点了 这也有助于缓解未来的成本影响 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2022财政年度呢 跟其他财政年度的一些 profit margin的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季度呢 它的profit margin呢 也就是profit bbt的margin呢 是属于9个percent 对应了2019年的9个percent 然而呢 after tax的margin呢 是7个percent 还要比2019的8个percent 还要来的低 当然在2022年的时候呢 它有很多成本的上涨压力 所以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 它的profit margin呢 是有所下降了1个percent的 相信呢 在结束的这个二年呢 交出来的业绩呢 大部分呢 很有可能会跟2019年 差不多一样在 profit margin上面 但是revenue相对来说 可能会高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季度对季度的对比 2022财政年 第三季度对比 第二季度 toklov的集团呢 在这个季度的销售为14.7亿令吉 税有利润为2900万令吉 在极具挑战性的背景之下呢 toklov居然还是实现了6%的增长 然而跟上一个季度相比的话 主要是原因呢 就是因为马来西亚和其他地区 对美国的销售有所回升 马来西亚对美国的销售额 在2022财政年 第三季度呢 继续呈现着增长的趋势 比2022财政第二季度呢 还要增长8% 在2022财政年 第三季度呢 天然乳胶浓缩物 平均价格 环比是上涨了17% 达到了6.5令吉每公斤 同时 丁琴手教 平均价格为1.11美元 对比2022财政年 第二季度呢 是下降了3个% 顶级手套呢 管理层就预计了呢 短期内呢 还是充满着挑战的商业环境 即将继续 但强调呢 这个情况只是暂时性的 顶级手套管理层也认为呢 手套行业的长期前景 仍然是非常的好的 因为手套仍然是 医料保健行业等品 他们的管理层也非常有信心 随着手套消费的基数呢 相对较低的 新兴市场使用量的不断增加 以及后大流行呢 更高的水平 还有维生健康意识 所以呢 让手套的需求 继续强劲的增长 考虑到短期的需求 缓缓 Toglove集团呢 已经将短期内 一些资本指数 也就是Capital Expandition呢 推迟或者减少了 因为呢 这根据市场的情况呢 他们会进行一些调整 整体来说呢 Toglove现在的股价呢 已经慢慢的回复到 Covid-19大流行之前的 那个价位了 然而呢 他的成长呢 是不太有可能 在今年会实现 可能需要一到两年的一个时间呢 可能我们可以看到 Toglove继续的成长 但这只是个人的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当然Toglove呢 他的Cash呢 手上拥有的现金呢 也算是非常的多的 也是非常的充裕的 所以呢 在现金流方面 是没有任何的大问题 但是呢 要担心的就是呢 他的平均售价的下跌 还有呢 他的operating cost 不断的在上升 本来方面的控制 当然 Toglove这家公司 作为手套的领头羊呢 其实交出来的业绩呢 对我来说 在一个 这一个季度的业绩呢 并不是那么的 让我下到了 但是 是在预期之内 他 也就是说呢 他的需求量 还有他的 那个价钱 都会有所放缓 这也是内的 当然 如果你喜欢我们 这样的介绍的话 请按赞 订阅分享频道 谢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